好,榮青跟我說葉餘賽都要這樣做 我告訴你,葉餘賽最輕的一句是甚麼? 我也有時會說 硬朗一點,大力點踢下去 這句說話聽下去是不是offensive? 聽下去當然是 你叫後衛,拿大力點踢下去 當你問他,你怎樣想怎樣? 他說大力點踢到球有事嗎? 這些是否口術呢? 是吧? 或者有一些球場,我當時踢過 在碼頭圍踢過很多年的街球 有一個叫蝦仔,挺好球 他就准了這樣 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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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玩他 這樣也有 這次裙偶的時候,他被人中恥之敵 打得很厲害 他在賽後分析,因為他經常說這句說話 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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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他 這些都是出口術的,你會生氣的 挑釁行為 真的會有的 硬朗一點,大力點踢下去 老實說,我聽到這句 有個前鋒之後被人踢下去,我真的會生氣的 大力點是個波黨,大力點解威 是吧 我再說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我想現在世界球壇也可能有 這個故事我想現在世界球壇也可能有 例如我舉個例子 在90年 和拉和列卡特的那些飛劍事件 那 那 列卡特給他飛劍 他就一聲 淑三劍合轉 躲下去 其實 事後列卡特就說 和拉說他黑鬼 那 他就在熟山劍合轉 一聲 整一聲 隔夜談 他看看 那 在以前 香港甲組的年代 表面上 Wie 實際上是半職業 老闆會給你一筆氣金做轉會費 比如說 如果打東升 霍英東會安排你做一份事情 或者香港政府部門總共有七對波 就是你加入了政府部門 其實進去不是做事 而是踢球 我舉個名字 你聽也踢就嚇到你 警察一隊 海浪三軍三隊 緝師 玉利 消防 七隊 市政 市政八隊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英國人喜歡搞球 亂宜 但是為什麼會這麼多錢搞球 你不明白 就是貪污 除了那三隊軍佬沒有貪污之外 所以那三隊海浪空 最後都沒有了 搞架去了丙組 變成好像踢友Elite 為什麼呢 其他那五隊 是有貪污 譬如警察顏紅 四大華貪 他搞了一隊警察 又有江華 又有五一七 他可以用貪污的錢搞地球來威風 來社交 你想想 當日香港就是這樣 你請一個公務員 他回去專門踢球 現在 你做警察呢 如果你是簽了回去做 踢警察 你好球的話 其實是行行行行行吃飯幾尾 都不知道 你打個八甲鑽回家去練球 或者自己去玩 而你看到整個足球的轉變 就是這些半職業足球 是老闆足球 找公眾部門 自己用貪污的錢來做 到到後期 即是 王創山 真是搞了真正的足球 即是其實 香港職業足球第一個先驅 你知不知道你是哪位呢 哪位呢 就是流浪的那位 叫不得 這位傻佬 這位傻佬 回到他傻佬 為何傻佬呢 其實他不是傻的 他是 他喝完酒就會傻 會傻 他是第一個 引入職業足球的概念 就是他 是會跟球員簽學徒的合約 是會跟一些他買回來的球員簽職業合約 來保障他自己 不是保障那些人 告訴你 他有太低的工資 他保障 如果將來訓練那些人的時候 他是可以搖傳柱去賣那些人 當然這個好處是什麽呢 當他變成職業球員的時候 他起碼三餐都給你 那你就可以 練習 現在我們看到的 郭家明先生 自稱是 香港足運的第一人 現在去到國際足協做技術 總監威威那位 就是其中一個被傻佬 就是簽了做這個職業球員 而他第一個 是在一個祖家 蘇格蘭那裡 簽一些月秉丁組的人回來 稱王稱霸的人 這個職業足球的概念 你看到跟任何的概念 或者任何的建制都一樣 他出現的時候可能是必須的 但是他的演變 最後都會因為他出現過的原因 而走向 不會說衰亡 走向異化 足球其實一樣是這樣的 當我們覺得 我們要善待足球員 令到他全心全意去為足球做些事情 的時候 本身這個想法不一定是錯的 但是 當這件事是這樣的時候 他就一樣變成商品 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 足球作為一種商品的發展 你怎麼看呢 即是這個 是否可悲呢 可悲也未必有可悲 即是當那些商品化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發現到 我們有越來越多的資訊去轟炸我們 即是我們對整個足球理解 隨著那個商品化的邏輯 越來越膨脹的時候 其實又不同了 因為我們 大家會用這個足球作為一個賺錢工具 所以我們會對足球的資訊 會得到更多 以前可能沒有人會在一個平台上 和你討論賺息 現在為大家渴求的資訊更加多 大家覺得這些東西更加多人看 有些專門的網站 用來討論賺息 多人去戰 更加多人去 因為你是一個真是比較喜歡足球的人 看來也像有些半個學者 你會當一件事是一個學術的研究 你當然會注意那些網站 討論足球的賺息 當然大部分的足球的商品化 不是這件事 賣一件衣服給你 其中一個 你明白嗎 法比加斯 當然買不到法比加斯 當然買不到法比加斯 就買到法比加斯 這件衣服給你 這個 湯馬斯·梅娜 這期是一流行 那就給湯馬斯·梅娜給你 這是一個公眾去用大量消費 滿足大量生產的商品制度 你說大量的商品生產 令人有消費意欲 或是反過來 就是因為吹谷到 那些人有需求 然後 所有的 生產 都是循環 譬如整個電視 現在每個星期的周末 用直播賽事轟摘 我們其實都是相關化邏輯的延伸 就是 其實我們是不是有必要看這麼多球 沒有需要看這麼多球 其實應該是沒有的 但是他會 將我們的需求 通過他們宣傳的手段 去撩起之類 然後所有的球隊 都會奉一個球星出來 然後讚好 買廣告然後輸完 我們要追星的話 就要每個星期去追 但是其實 我們愛護一隊球隊 愛護一隊球員 其實不需要說 在原先二、三十年前 不需要每星期去追求他的比賽 不需要買他的球衣 不需要買他一些 很個人化的產品 這件事就看到 那個球迷 或者一個 足球的支持者 一個球隊的支持者 跟足球或者對象的關係 其實是 用馬克思理論所說 有一個異化的表情 是 因為你去買一件球衣 固然是 其實有可能是 你會去提球的 但是大部分買球衣的人 看不到一場球 因為 你是沒有可能在 香港買一件 球衣 而在萬連 去到萬次斯特城 看到萬連 就是你買一件 樸智星的球衣 在南韓 我想 百分之九十九 的南韓人 都是沒有可能去到 這個萬次斯特城 去看看 樸智星踢球 當然 如果從這個層次來說 如果你去不到萬次斯特城 那你就給錢 Sky TV 如果在英國 或者你在南韓 就給錢 某一個 Cable TV 去定期地看 但是 現在 宣傳 的現象 就是 我們在 下一節回來 講一講這個問題 到底 在電視上 觀賞球賽 跟現場觀賞球賽的分別 相信阿榮應該有很多話要說